慢慢往前推 力度和火候把握很重要 吃凹子有水珠往下滚 滚的时候才能落煎饼 才能温度好才能打到 颜色有点黄 卖相不太好 主打一个好滋味 什么呢 那个键有点担这个键有点 就对面一点的 像平的 冒气的凹子转起来 幸福的生活奋斗才会来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复经 春到村居好 园林姓卫长 春暖花开万物生长 正是农事大忙的季节 我们特地推出五集系列节目 春到村居好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春天里的故事 今天呢 我们要向您推荐一种有故事的食物 来大家请看 你看今天我们演播室的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种煎饼 看上去呢 这煎饼呢有点发黄 咱们按照当地的标准吃法呀 这个煎饼 首先咱们得配上大葱 然后咱们再来一点咸菜吧 再加上当地的盐豆 点缀一下 如果您还想再让它的味道丰富一点 加一点芝麻盐 好 那么这样卷起来 嗯 咬这么一口 味道怎么样 你肯定要问了 这个咬劲啊 十足 确实很好吃 告诉大家 也正是这煎饼 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啊 如今的生活实现了大便样 春日到 春耕芒 熬过一个冬天的麦苗 正在奋力地生长 几个月之后 它们将以一种金黄的颜色 回报这些勤劳的主人 忙完追肥打药后的这些农户 得赶紧回到各自的家里 因为家里有一件重要的活等待着它们 炉火升起来 冒气的傲子转起来 如果你闻到哪家飘散出一种 挡不住的食物香味 那你就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这家又是在烙煎饼了 在江苏徐州市汴唐镇的孟省村 煎饼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 一日三餐都爱吃 这个大伙眼中平尝不过的食物 如今却成了村民们赚钱的新营生 有人在家里烙 有人到煎饼厂里烙 这些农村妇女摇身一变 有了个可爱的新称呼 饼娘 奥子转才原来 因为煎饼 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 三百多户村民一起增收受益 您瞧 村里的街道整洁了 马路宽敞了 农户们盖起了小洋楼 大伙的幸福感显著提升 就连周围村子的村民们 也对邻近的孟省村羡慕不已 尖兵的生意红红火火 村党支部书记周亮功不可没 正是因为他的推动 大伙有了增收新门路 尖兵的生意红红火火 并远消外地 这不周亮今天又开始为村里的一件大事 开始忙活了 大家支持都是爽向的 你们支持我们村里呢 村里呢 有些是吧 那建民房 挣点钱 我们呢也想用一个单元催眠 给催眠造点福利 那是最好了 谁探家里好 谁又乱 也不知道谁吃饭的 周亮正在鼓励大伙 去参加村里组织的一场比赛 因为今年的规模 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大赛的时间还没到 选手们就早早到齐了 光选手就来了60位 参赛选手加上观众 工作人员等 足足有一百多人 他们有的是刚过门的媳妇 有的是已经带孙子的老奶奶 年龄不分大小 一看都是家里干活了一把好手 但是烙肩病的手艺怎么样 难说 不讲我们非常高兴 中的参与我们不获奖也很高兴 去年你怎么样获什么奖了 获了三能奖 厉害呀 今年呢今年目标是什么 二能奖 我们是一能奖 慢慢几步 我现在有三十多年没落了 三十多年没落了 对 你敢来比赛 我敢 这么有信心 是的 加油 参加 开始请大家保持安静 今年的歼命大赛 已经是第四届了 大家的心气都很高 有的为拿奖 有的为学艺 而有的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必须得承认 比赛对提升全村的烙歼命水平 和激发大家的热情很有帮助 第一个上场的这个农家媳妇看上去经验不足 天天 煮不回来 对 一上来三两下就漏了馅 这哪里是煎饼 看你呀你的煎饼 看你的煎饼 垂得起来吧 熟是熟了 可拿出去销售就够呛了 还可以吗 还可以 我自己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挺好 您再瞧这 好像面糊都推不开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接下来该这位上场了 一招一试 比前几个选手强了不少 举点看看好不好 不错不错不错 这样可以 您瞧 这个好像又有点破 最完整的一段 OK 最完整的 能拿脚吗今天 能拿脚吗 这局第一 上回 这个也 这个也不错 不错不错吧 还可以 三十多年没碰 满意不 不太满意 不满意 再加油 那什么样的煎饼 算是合格的呢 煎饼是不是合格 口感要软硬合适 形如圆盘 薄如馋翼 现场谁能做到这样的标准 同时两分钟内做的数量最多 谁就能获胜 经过12轮比拼 60位选手比赛结束 现场获奖的选手 都会有现金奖励 现在公布一等奖获奖名单 50号 变堂代表队 谁获奖不重要 比赛只是手段 让大家切磋烙煎饼的手艺 提高每个人的兴趣 才是比赛的真正目的 比赛的组织者周亮 在202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之前 村里煎饼都是以家庭烙为主 自己做自己吃 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门正经生意去做 周亮走马上任以后 就开始琢磨一个问题 村民的就业渠道确实太少了 特别农闲时候 在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就业渠道 把孩子送到学校了 基本上都没有事情干了 在家里 可如何给村民提供就业 提高大伙收入呢 孟省村隶属于便唐镇 这里临近山东 山东人是出了名的爱吃大煎饼 便唐人号上这一口就不奇怪了 而且他们还更讲究 煎饼的话必须要卷葱 然后你再卷点芝麻盐 直接倒上 直接撒一点就行 稍微带进去 这个是咸的 这样的话咸甜 少放一点 对 是卷配 对 我们当地吃卷配基本上就 卷这就是小菜吃 对 这样拿 大葱 咸菜 这是基础卷法 除了这些 在当地还可以这样卷 这些素菜 像夏天的豆角 茄子丝 土豆丝 然后用这个煎饼一卷 特别的好吃 卷万物 你可以卷辣椒甚至 对 对 辣椒 辣椒 大辣椒 卷一个个里头都可以 只要能卷的 对 只要能卷的都可以 万物都可卷 对对对 万物都可卷 可香了是吧 煎饼可卷万物 甚至还可以卷白糖 市场上有卖白面煎饼的 而变糖的煎饼却很不一样 还有点黄 这让周亮突然眼前一亮 原来传统的变糖煎饼做法很特别 它选择花生 大豆 高粱等五种杂粮进行搭配 浸泡一个小时 再用石墨没出面糊 搅拌出适中的稠度后 手工烙制 因为几种杂粮搭配 做出来的煎饼不仅香 凉了还不发硬 但是要拿到市场上去卖 就有个致命的缺点 卖相不太好 周亮决定要做煎饼卖煎饼 不和别人比好看 主打一个原始味 好口感 因为现在呢 这边城里人群 对这个原生态的食品的需求量也很大 我抓了这个亮点 保留健康老味道 在原料和做法上一定要正宗 杂粮就用农户家自己种的 而石墨墨面糊 手工摊煎饼 费时又费力 实现量产是个大难题 2020年 村里拿出6万元建起了煎饼房 把部分会做煎饼的人召集到一块 孟省村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煎饼房 煎饼从家庭生产 走向工厂规范化加工 煎饼的质量提高了 卖法也不一样了 和家庭做煎饼相比 做了很多的改进 虽然还是沿用石墨 但是不再用人推 改用机器 一台石墨机器 一天就可以磨出一千多斤面糊了 而烙煎饼的时候 麻烦就大了 自从改用了燃气炉 由于气温太快 原来在自家里 用惯了柴火罩的工人们 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家里的那个赶不上火 这个吧 就是刚上一来 就是毛不清 这个因为能赶上火 就是快 你不能听了 一听了它就要火 其实我不是这样 用痞子 咱用这个不会用 用痞子 我用这个 我不会用 不会用 我都学的 上一开始来学的 我说不成功 我都回家了 做煎饼 要一手转凹子 一手推面糊 推面糊的力度 旋转的速度 全靠手感和经验 稍有不慎 进入糊了 周亮看到这一幕 心里有些发急 要怎么才能快速提升技艺 做出好吃的煎饼呢 最厉害的就是 这一位 我们本村的王元峰 最快的话 它可以落到180斤 看这个形状 形如满月 形如满月 很圆 看薄厚程度 很薄厚 薄如蝉翼 你看都透光 再看颜色 微黄 色泽微黄 看着就很有食欲 王元峰在孟省村 是最会做煎饼的 他不仅做的速度快 而且质量还好 原先他在家做煎饼 都是自己拿到集市上去卖 做出多少 卖多少 挣点零花钱 当初并没有选择去煎饼房 没想到有一天 周亮找到了他 就是给我们孟省村 做一大贡献吧 都觉得 觉得有煎饼房了 我们妇女 能早点有点职业了 很开心 都觉得家没空吗 也能照顾孩子 也能挣点钱 王元峰的到来 可不是只做煎饼 他还有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教别人做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培训 大伙练就出双手的协调性 推面户的力度 和对温度的把握刚刚好 煎饼做的有模有样了 煎饼是做出来了 但能不能变成钱 下一步就要经受市场的考验了 来来来 大家尝尝的那个煎饼 便汤煎饼 尝尝怎么样味道啊 周亮将煎饼定价6元一斤 比市场上一斤贵2元 周亮带着村干部 先从周边的集市 开始推广叫卖 那个煎饼有点蛋 这个煎饼有点 就有点黏液的 像平的 自己嫌的吧 就是稍微有点乖嗓 这不乖嗓吧 哦 就是硬是吧 硬是吧 对 这下有点硬 这个软一点 拿到集市上 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孟省村的煎饼 跟别人摊胃上的煎饼 还真有点不一样 这是白面的 这个有劲 它都是蚝油 蚝油都是水分大的 就行 都能吃了一下 周亮越是把煎饼 与别人的白面煎饼 放一块卖 买的人对他的杂粮煎饼 越是更有兴趣 味道把它解释 你现在都是一口都吃出来了 就失败的有啥感觉呢 失败的 大家尝一尝 不同于白面煎饼 杂粮煎饼口感软 尤其是和咬力差的老人和小孩 虽然贵点 丝毫不影响销售 销量不降反增 一年时间之后 一些看似与卖煎饼无关的人 开始涌入到孟省村 在建起煎饼房的第二年 村里顺势建起了一个煎饼体验房 孟省村跟一些旅行团展开合作 将徐州周边的一些游客引流到村里来玩 主要内容就是体验煎饼制作 客人在这里 不仅可以亲自上手做煎饼 烙完的煎饼可以带回家 更可以在煎饼房 体验不一样的煎饼吃法 没有餐馆 没有米饭 招待大家的只有煎饼 用鸡蛋 韭菜 这么一加工 就是当地大伙最常吃的菜煎饼 游客在这里可以玩 可以吃 村里还每年举行一次煎饼大赛 孟省村变得热闹了 人越来越多 煎饼也有名了 很多人就奔着孟省村的煎饼而来 一天就能卖出五百多斤煎饼 可对于周亮来说 销量还是太小 此时村里又来了一位帮手 他的出现 让煎饼一天的销量翻了两倍 感觉这样吃起来比较费劲的话 咱就把它不需要做这么大 然后你稍微撕着吃 或者是你当零食生度性这个 就撕着一小块 宋超2020年返乡创业做电商 他回到家乡的最初目的 就是销售家乡的农特产品 2021年 宋超被村里的五股杂粮大煎饼吸引到了 我的全品理念 是还原家乡食材本来的味道 就是让我们家乡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这个煎饼的话是我们经常吃的 而且的话 外地它吃不到 吃不到老家这东西 如果有的话那是非常高兴的 宋超主动找到周亮 想要一起合作 宋超结合煎饼吃法 通过拍摄趣味短视频吸引流量 再结合直播销售产品 线上的订单量也开始起来了 然而随着煎饼销量的增加 线上销售又遇到新的问题 是给我买了我们煎饼之后的话 在评论区给我们反馈的 说这个煎饼的话 如果要配点那个老家的咸菜的话 那应该会更好吃 在徐州当地 煎饼可以卷着各种菜吃 但最传统的 大伙最爱的 还是卷着小咸菜 2022年 根据客户的反馈 宋超有了新想法 他跟周亮沟通 决定给煎饼搭配销售配菜伴侣 我们第一个拼的话 就是买煎饼的话 我们会送点咸菜 在煎饼的话 这个还送咸菜 这个咸菜在我们大当地买不到呀 那你们能不能上一些 然后这个通离一样 就是这边的特色 叫臭烟露子 然后这个的话 是那个芝麻烟 对 加盐炒 然后特别香 芝麻盐 咸菜 花生米 盐豆 他们经过讨论 选择了方便食用 并具有本地代表性的 四样煎饼伴侣 这样的煎饼礼盒一出 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成了当地人走亲访友的首选 2023年 孟省村一年的煎饼销售额 300多万元 生意做起来了 村里有钱了 原先想干干不了的事儿 现在也可以干了 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了 村里有细看 只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可以洗浴 理发 不用自掏一分钱 全由村集体买单 大伙儿笑得开心了 好日子越来越有笨头了 您看一张煎饼付了百姓也美了乡村 孟省村村民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样食物 也可以做成一个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村民们干完农活 把闲暇的时间都利用了起来 农活生意两不耽误 做到了离土不离乡 这就说明乡村要发展 关键靠什么 还得靠产业 而且还得是有独特优势的产业 通过发挥乡村能人的带动作用 立足于本土的资源和传统的记忆 走上市场化 商品化的发展心路 好了 各位 感谢收看今天的贡富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